我們的故事來著外道值得 做也做的值得 是執脫是灑脫 留給別人去做 用此所有力氣不是為我 那是為你才知什麼做 到底值不值得 對痴情的Sammy來說 當然是值得啦 這受罰於許之案前30年 中間許之案就固執一次傷害Sammy 如今這回又和港姐黃欣穎鬧出雙批醜聞 而小三也播好過 雖然男友馬國銘跳出來護航 但還是敵不過望明的 此處勾引男人的黑歷史 也被一一翻出 不僅許之案某團體的吉他手 和電台夢DJ都被拉下水 這小三的威力真是不容小覷 但大家最關心的還是Sammy啦 沉默多丁的他 還一度傳出因情緒崩潰離架 結果最後Sammy選擇在網絡上發表決定 選擇原諒對方 並希望一切平息 近期他在節目上 擔任樂花欺負的師傅 分享人生觀的片段也隨之曝光 看完信都要糾在一起啦 人有些時候必得也會有負面的情緒 可能隔了幾天 可能你冷靜下來 你就那次感覺沒了 你就繼續加油 所以我覺得成長的過程 可能會帶來一點點的痛苦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人生的一個部分吧 除了之外 Sammy也透過官方證實 7月演唱會會如期舉行 MingFans們當時就一起用熱情 來被Sammy狂嗨囉